我们到了一个寺院里边 看到那个佛菩萨的像那么壮严 有的人看到了后就流泪 问他为什么流泪 不知道 这是由于往昔修行的种子现前了 怎么现前呢 看到了佛菩萨的像就现前了 所以这个像不管是好看的问题 因为它能够激发我们过去修行的善种 使我们和佛法相应 由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以后就会拼命的学佛 没有这样的原因 可能就会推迟时间 要等下面另外的其他的原因成熟 这是第一 第二通过名号功德 因为名号也是无量节修行 集聚起来的功德的显现 有的人听到一句阿弥陀佛 或者念或者唱 马上身心踊跃 汗毛之术 有的人哭得气不成声 他并不是伤心 也不是痛苦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其实这个答案呢 无量寿经里面有 由于我们往昔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 于诸佛广至得本 佛还有在经典里面还有一句话 这样的人呢 极非凡人 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凡夫 非常之好 应该说这样的人 佛赞叹说 是人间的风陀丽花 莲花有四种颜色 白色的叫风陀丽花 是莲花里面的上品 最殊胜的 因为这样的人呢 和佛气氛相近 极容易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非常容易成佛 因为一旦往生以后 三不退究竟成佛 好像我们说的 进了保险箱一样 就不用 就没有其他的担心了 这个呢 差不多等于是一步登天的法门 遇到这样的法门 能信 能愿 能去修 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 我们多少修行人 不论是出家的在家的 善根福德因缘 早就具足了 等着什么呢 唯一等着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 继续修行报佛恩 提高我们的联品 等着临命中世往生 如此而已 我们已经属于极乐世界的人 在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身体 是最后一次人生 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生了 因为你不会随便回来 你一定要挣到一定的程度 才会回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学佛念佛修行 是我们生生世世 累劫以来 最后一次人生 再过去没有了 因为上极乐了 那留下来这十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干什么 大家说干什么 除了拼命的修行 还能干什么 哪怕我们白天晚上 不睡觉 所有的精力用来修行 我们还是嫌时间太短 太短 太短 因为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了 我们怎么报 也报不完 怎么报也报不尽 所以我们要珍惜 每分每秒 广泛的宣传 佛的法化 让更多的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或者不如我们的众生 都能够普遍得到 这样殊胜的利益 怎么殊胜呢 念佛 让别人听到佛的佛号 然后塑造佛像 让别人见到佛的像 好光明 然后激发他们的善根 使他们的福德增长 就是这样 这样也叫弘法呀 并不单单是讲法叫弘法 念佛是弘法 塑造佛像是弘法 建立寺院是弘法 结缘经书是弘法 听经是弘法 跟别人介绍佛法是弘法 劝别人三规是弘法 大家其实都在弘法 当然要尽心尽力 做得越多越好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听闻经典 听闻佛号 有机会来报佛恩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欢心鼓舞 每天都生活在欢乐之中 这样和极乐相应 可以说没有什么要苦恼的 因为我们不久就到那个地方了 我们的户口已经在极乐世界了 不在这里了 很短的时间那就到了那里了 现在这段时间 集中权力用来报佛恩 和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多的人 戒缘 戒善缘 戒佛缘 另外呢 努力的精进的修行 提高我们的联品 当然要发愿上品上升 谢谢大家